好 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晴光夜市旁邊 這一個小公園 叫釜順公園 那現在是四點半 那我剛上線 好 那麼 今天我出門的時候 40還在下雨 到了進了台北之後 台北這邊看起來 雨應該是停了好一段時間 因為地面已經開始乾了 所以那我也就開始 會脫掉雨衣這樣 當然是希望就是說 接下來就不要再下雨 不然晚上這樣子 雨衣穿穿多多 跑起來會非常非常的不順 好 那這個禮拜呢 我這個週間的燙獎 也就是二三四 二三四 對 二三四三天 是60趟 那也就是說 假設我要拿到這個燙獎的話 那我就得跑三天 分三天跑一天要跑二十趟 那 反正就順其自然跑跑看 跑得到就跑到 跑不到 然後我的開市單到了 2.3公里 46塊錢 我看一下送哪裡 可以啊 明泉西路的Sukia 送到中山區 中山北路上靜靜的 給他接 2.3公里是收送2.3公里 現在是5點49分 我人在中正健康的旁邊 我看了一下這個天上的雲呢 雲層變得比較高一點 而且呢這個日頭 也不能講日頭啦 藍天跑出來 那麼這個代表就是 待會呢可能就不太會下雨了 這個太好了這樣 因為我剛剛穿雨衣穿的那個 雨衣外跟雨衣內全部濕搭搭 受不了 那我目前呢手上呢 有兩單要去收餐 那我就先去收餐啦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又在中正區 目前中正區呢 沒有下雨啦 然後出太陽了 現在是6點16分 6點16分 我現在呢接到一單 又要往這個 麥當勞古亭走 好 好 那我 到現在齁 我已經送了八單 還OK啦 齁 因為其實又下雨又什麼鬼了齁 那雨衣在那邊穿穿 偷偷受不了這樣 那能夠送了這個八單 還算不錯齁這樣 好 那 應該確定不會再下雨了齁 這樣 應該是不會再下 好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四雲大道跟松江路交沙口齁 在這邊等了兩段紅燈 我剛剛呢 應該要當機立斷齁 趁那邊還在獨秒的時候趕快衝過去 不過我沒有想到 這個紅燈會等滿久 不算啦 好 那我目前是有一單要送到旁邊去啦 這樣子 那我就在等這個紅燈啦 啊 啊 今天的這個 單還滿不錯齁 目前跑到現在是七點齁 都還滿無縫的齁 不能講還滿齁 根本就無縫 然後我就一直拒單 因為今天我就打算就是要沖燙式齁 所以收送超過三公里的 我一律拒掉齁 我全部都要接收送加起來三公里以內齁 這樣子 欸好我要過馬路 好的各位朋友 那我現在能在東化北路跟民生東的交叉口 那目前是八點二十六分 我目前已經完成了二十趟 也就是我達到我今天的這個 趟次的這個 這個標準齁 那已經八點二十分了 我有在想說 要不要再跟它拼一下 齁 把它拼到九點 但是呢 這附近 我又不太熟齁 那有一位朋友告訴我說 往後走 往後走那邊 已經有一些餐廳這樣子 那 我想說 不然我就來 我就來去那邊 這個 探險一下好了 所以那 現在 我就慢慢的騎過去齁 好 那麼 準備出發 後來想一想 就是 還是就回家好了齁 我現在在龍江景州 對 剛剛想了一下 因為今天有林道遠 然後 其實那個 頭有點就是 脹脹的 有點小不舒服 感覺是鼻炎的 後一陣這樣 所以我就決定 那我就 還是回家 反正今天的二十趟 目標達到齁 那回家的時候 就來這邊 這一趟 這個針腳 超好吃 龍江路281 281-117 旁邊這個 路邊針腳 我就來買 買個兩盒針腳回家 因為我老婆也覺得超棒了 我也覺得超棒了 好 那 廢話不多說 明天繼續